好 我們今天還是非常興奮 你看我今天這個穿得一身紅 台股春宴已經現終了嗎 好 美股上禮拜五 大家說 欸 長得好奇怪 我們台股今天馬上接棒 再長300多點 現在現在 風關倒數計時 是不是可以進場搶快錢 圈貨差 搶錢了嗎 好 長300多點 好像信心還是不足耶 只有我們一顆字圈 兩位在觀望 鄭賢 你在看什麼 快錢的話 我就已經搶得差不多了 搶得差不多 多快 我覺得你對大家搶風關錢 我覺得風關錢就這樣子 因為在風關錢的兩三天 你不但會聽到所謂的 一個秉董結帳行情 你更能夠會聽到 台積電的這個利空測試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快錢很快搶完 但為什麼會舉中立呢 因為我覺得搶錢行情 不用快啊 長最重要啊 一直搶 一直搶 為什麼 你這個說法我接受 因為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不知道美國股市在漲什麼 這就叫漲什麼意思 氣氛最重要 哇塞 什麼時候說 不知道為何而漲 什麼叫空頭 就是把利多當利空 什麼叫空頭 就是把利多當利空 什麼叫多頭 就是把利空當利多 禮拜五出現什麼 好深的哲學喔 最簡單的 當你是利空的時候 多好的好消息 只是告訴你最好的收穫 當你是多頭的思維的時候 再壞的消息 只是告訴你最壞的時候要過了 現在非農的數字告訴你 哇原來通膨那麼久 真的打到景氣了 所以打到景氣以後 就要看這張表了 打到景氣以後 FED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從2001年到現在 2023年的利率 這個利率我們都知道 2月現在升一碼 3月升一碼升到5% 然後到FED所說的 5到5點到5%之間 投資票你看這張表 告訴我 這是20年的高點還是低點 如果今天你買一檔股票 你要買到5.25% 在這20年還是這樣走的 請問你還會再買多嗎 不會再買多了啦 它再漲有限 下跌無限 那意思是什麼 那這是利率 可以這樣講嗎 是 那意思是什麼 這利率再升有限 但是下跌有無限的想像 就是說這個資金市場 有無限的想像 那誰在為資金想 不是我們自己這樣講的 短時間市場 長時間的公債指令率 有沒有發現 利率不再要再講兩次嗎 10年市場公債指令率 在10月就見高點了 因為它在10月的時候 就發現什麼 賭博 修漢最怕什麼 亮底牌 10月的時候 廢的就亮底牌 跟你說 5.25% 就是我們未來的極限 所以從亮底牌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10年級公債沒有再上去了 其實反彈也反彈不過是 結果一個利空打下來 就立刻又再往下走了 這只告訴我們什麼 還是一樣 竟然T1說要搶錢 也證明了什麼 全世界的商品 都是由錢來做決定 如果今天你來看 真的這個錢要 不管它要持續多久 它要出現了一個 不再升息 或是在升息期 已經到了最高頂的 一個狀況底下 我認為最多 我們這兔寶寶年嘛對不對 最多再蹲一下 再蹲一下 就有可能出現了一個長時間 尤其是你在發現 當利空消息 一直在用利多解讀 每一次的裁員 都被解讀成什麼 你要趕快降息 每一次的失業率擴大 都在告訴你 你要被強迫降息 我認為費德的主席 撐不到CPI2% 只要CPI開始 持續的往下走 我們來DJ2% 只要這個CPI呢 不久就要公佈12月嘛 我們預期到6.3%左右 只要CPI回到5%以下 因為本來他就說那要2% 他才不降息嘛 就透懂啊 我認為只要到5%以下 他就會面臨到壓力 因為那時候大家就會說 通風如果被控制了 然後景氣又那麼差 那時候資金行情就有機會了 所以其實正前你剛虽然舉中立 但是你覺得基本上 這個長度行情可能要回來 短期 大家已經有點發酵了 那不如他等他蹲一下 然後等到這個 資金行情對起動的時候 那就無路而不自動了 所以你對今年不悲觀了 我覺得這個上半年 比較辛苦一點 那等下半年資金行情就會 這應該是我聽到你近期 最樂觀的一個看法 所以這個當利空被利多解讀的時候 很多事情在改變了 差不多5%以下 那這個機會就來了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要有信心 好 那這個中立都這麼有信心 剛剛有名歌曲 Yes 搶快錢 怎麼搶 對 好 那 因為慶寧的題目是說搶快錢嘛 對 熱錢 但因為我們一直都是以一個 波段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所以其實波段早就已經開始 從12629就已經開始 只是在什麼時間點 大概在哪裡會結束的問題 那上上個禮拜我上節目的時候 那天是12月26號 我有跟各位報告 我認為這個行情的話 最差應該都可以漲到 這個農曆過完年的第一週 也就是兔年開紅盤的那一週 應該就是落在差不多 1月20幾號的那一段 但現在目前我拿到 越來越多的一個資訊 傾向於2月份的狀況會好 然後3月份的狀況也不錯 所以也就是說 整個波段的一個延續 就不會是因為今天漲了300多點 就把短線的漲幅給漲完了 那如果假設指數的漲幅 只能到這裡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 各股的空間反而更好 因為那個氣氛已經 就像剛剛鄭賢說的 那個氣氛已經開始形成 對 那我給各位看一個 這個例子各位就可以知道 因為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因為禮拜五的美股是大漲 那我們就先不要去講 美股大漲之前之後 我們就講美股大漲之前 其實美國跟台灣 基本上都是沒什麼漲到 可是各位你去看中國 包含港股 深圳 上陣跟台股 其實在1月份 一直在禮拜四這段時間 到禮拜五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還沒有在反應 美股大漲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是紅的 那告訴你什麼事 就是世界上有一區 已經開始在慢慢復甦 那一區的話叫做中國 那大家的印象中不對 因為大家認為疫情 現在來到了高峰的時候 消費率減弱 或者是說疫情難以控制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也好 IMF也好 全部都是 基本上都是在威脅你 但是各位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股市是聰明錢 它這邊所表現出來的一個結果 就告訴你說 如果疫情的高峰在 過年的這一段時間 可以來到了鼎沸 那這個高峰的時間 應該落在1月20到1月28 那它對照出來的上陣指數 深陣指數或滬升300 基本上應該也是屬於相對來講 還有往上的一個空間 好 那疫情消停了之後 再往上的下一個時間點 應該是在5月 所以它應該要安排一個兩會的時間 這個疫情是要往下走 不然太難看 所以為什麼它提早在這個地方 去釋出所謂的解封 就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那如果中國的股市 它今年是這樣在走的話 為什麼第二季會下來 因為第一季的狀況會不錯 又把通膨維持在相對高 所以這個就會讓市場開始有點擔心 再加上輕庫存的問題跟景氣衰退的問題 所以大家會認為第二季回檔 但是整個來講的話 第一季的狀況其實不會太差 不會說只漲到今天的300點就結束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要跟各位講 如果從中國的整個指數 來推估到台灣的指數的話 相對來講的話 台灣的高點有幾個算的時間 第一個 3月1號到3月3號的時候 是13981以來的第8週的轉折 那13981是哪裡 就是這一次從低檔壓回來 15152下來之後的上去 那這個上去的8個禮拜 應該落在3月1號到3月3號 這個叫做比較保守的一個狀況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3月27到3月31的時候 是從低檔上來的21週 所以我想這個行情要拖過3月31號的機會 不容易 所以也就是等於說 是整個3月份結束的時候 4月 5月 6月 應該就是會稍微比較保守 就像剛剛政賢跟我們很多節目裡面 特別提到第二季要保守 那我們來看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看這個指數的位階 這個指數反彈1 2的這個位置 滿足點在15334 然後反彈這個地方有一條頸線 就15475 反彈的缺口在15838 反彈三分之二的高點的話 在1635 所以指數基本上 如果以這四個期間來算的話 應該就是中值落在15500到15800 所以以今天的指數來講 事實上是有空間 但是各位不要拿這個鐵板定定 就說這個指數如果不到就是怎麼樣 就是說以這樣的一個位階來看 確實是還有空間 然後我最近也做了幾個統計 你就把一夾子就是這60年來 所有虎年跟兔年總共出現幾次 然後虎年跟兔年除了在1976年到1986年到1987年 這一段時間 它是虎年兔年同時漲 大部分的話都是交錯 虎年跌兔年就漲 那虎年漲兔年就跌 那以去年來講的指數是跌22% 所以今年基本上指數要漲 那今年你看去年收盤的點是在14135 所以14100 14175左右 所以今年年底很可能是比14175要來的高 再來 外資已經連續賣了三年 這三年賣了2.2兆 所以今年它勢必可能賣過頭之後會回補 那由外資回補的力量來帶動 今年最後的指數是比封關的時候要來的 就去年年底收盤要來的高 所以今年就不會再像去年走空投 但是今年是一個大相形 可能上去到1萬5 但是下來搞不好到1萬2 那這個區間基本上就是在那邊擺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很多個股就比較好操作 不像去年一樣 你根本身不見底 因為利率一直在往上走對不對 所以去年是一個空投年 就是年初見高年底反彈 這個就典型的空投 那今年的話就是在空投之後的休養升息 所以是屬於比較區間 那第一季我認為最差最差大概3月初 那好一點的話可以到3月中下旬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OK 感覺是非常美好的第一季 最差到3月初 第一集都有機會 虎年不好都留在虎年 我們兔年就迎接一個美好的第一季 好 曲波你剛剛也是有點保留 其實我主要不是看股價 我想兩位都是財經專家 我是產業這一方面 今年的產業 大家可能要稍微保守看待 對 主要是因為庫存還在輕 那持續可能會到年中 大概就是第二季至少 那有人甚至看到可能要到年底 所以今年的業績來講 可能沒有想像的那麼好 那各位知道那個台積電的 這個法術會快要了嘛 對 就下禮拜的樣子 那大概他們之前都非常好嘛 之前各方面都是非常正面 但是這一次可能就會稍微保守 其中那個資本支出會增加 但是實際上它資本支出增加 主要還是因為美國蓋廠 它在世界各地蓋廠嘛 所以資本支出增加 比較不是因為說看好未來 會成長需求很大 所以才資本支出增加 所以我覺得以產業面來講 今年可能要稍微保守一點 但是股價通常會提前反應 所以這個就要請教財經專家 好就是股價跟財面不見的這個正相關 財面覺得還是有保留 但是股價對不見的 就要有ique字 但還是說是股價對不見的 剛剛再說是股價太不見的 它是股價太不見的 就是股價太不見的